媽妳 我阿鳳啊 妳說話 媽 媽 妳說一句媽好了 妳說話 以前還要幫妳救救 媽 媽 老婆 媽 妳好像說妳不好 就只有這句而已 好 我好難過 我都不知道怎麼演了 這段故事是真正的路徑 不是變出來 是雪鋒老師 真的是當年他生動的過程 剛才有這些事情 我們知道不對的時候 我們就想要你補了 不會有 你要去祈媽媽的時候已經不會有 那時候雪鋒老師 接到童帝的時候 是便宜來給他童帝說 你媽媽已經沒有人 沒有衣装已經睡不著了 他接到童帝之後 趕快跑去便宜 要去祈媽媽做給他 在這邊 媽妳說話 媽媽妳 我阿鳳妳說話 媽 媽 妳說一句也好 妳說話 以前還要幫妳救救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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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你好像说你没活 媽媽 只有這姑娘 媽媽 天上的星星不說過 地上的娃娃像媽媽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山下 的淚光如冰火 媽媽的星在天涯 夜 夜想起媽媽的花 閃閃的淚光如冰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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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 夜想起媽媽的花 閃閃的淚光 我愛媽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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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很難過 我都不知道怎麼演了 這段過程是真的路徑 不是變出來 是雪峰老師 真的是當年他生動的過程 剛才有這些事情 第一 當時 他媽媽只要離開 只要說三、二、兩 我沒考慮 他是一個媽媽 不管是不是對女孩子參與 總是親情 他不符 不管是媽媽 再跟他的事實在 在這段時 雪峰老師對著自己說這段話 這段話到底是 雪峰老師 你當時會跟自己說什麼 因為媽媽媽的婚姻一直不幸福 所以我有一個大子 計我十歲的 一死人為家庭犧牲 我就知道說我們大子不會雞翁 但是我們兩個姊妹 如果相依為名 一定要有一個小孩 所以那個年代 沒有雞翁大肚子 是很大的勇氣 就是因為肚子彈出來 跳槓不會體力才給我媽媽看 我不是要結婚 我是要愛的孩子 是怎樣 你買了 把這個孩子給你們大股 本來這個計我十歲 連斷愛都不幸福 如果說起來 他比我比較壞的名字 一百倍 小孩的時候 我如果要打的時候 都是我這個獨頭症 因為他比較會理解 我媽媽的經過 我比較不會理解 他怕我硬碎硬氣 會讓我打比較累 所以我如果我手上走起來 他就正做症 去讓我媽媽打 那個小孩當然生來 就要讓我們大肢 我覺得這樣 兩個姊妹要公開養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生的日子 爸爸媽媽也才會安心